来咱们说一说 这个第二根啊 就是有人开黑 对吧 咱们先说说前因后果吧 这把不是MVP 死的挺早的 但是有意思 你说开黑再输了 怎么说呢 丢人吧 丢人啊 选个星干净 因为我喜欢玩星干净 并不是他有多强 是因为我喜欢 只是单纯的喜欢 我没有推荐你们 但是如果别人的号上 如果有星干净 我贼爱玩 真的贼爱玩 不管是内奸还是反贼 忠诚不推荐了 主攻也算了 反贼内奸我都喜欢 真的太喜欢他了 我也莫名其妙 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 就是单纯的喜欢 星干净你知道吧 这时候看一下 这局的话 我一进来直播 因为他把直播打了 有人就进来 是神曹曹开黑的 让我记住这个ID 可能有人被针对 有我粉丝说过 让我记住这个ID 开黑就开黑吧 这里面也没有人 和他配合的开黑 主要是 唯一有人是花曼 和他开黑 花曼的话最高 只能打一刀 如果你们开黑 他们都不会开吗 开黑选个张让 选个弥横不香吗 非要选个花曼 随便吧 这把其实挺艰难的 这把说实话 是神章聊立功了 这把 虽说有人说 你瞧不起神章聊 主攻开局忙给 是个脑残了 确定了 有人说 主攻开局忙给 一个徐胜 怎么脑残了 不是 你为什么要忙给 你给个解释 你给我个解释 为啥要忙给 因为魏徐胜 不忙给的话 变九号位 对吧 这些人的思维 人最多那句话 说的是不压制 是变九号位 你压制完了 你说废牌 给他两张 对吧 他可能有可能 是终神的可能性 你可以 你一套牌给他 没见过 现在已经没人 骗牌了 是吗 我们当时 曹瑞刚出的时候 这个武将 我们超喜欢骗的 还有曲艺刚出的时候 我们每次都看 曹瑞 就我们远未选个曲艺 曹瑞乖乖就送过来牌了 就打的当时 都没几个人 爱玩曹瑞了 也不愿意忙给了 骗牌没见过是吗 徐胜正常来说 如果当时反贼的话 刷个距离骗个牌 超开心的好吧 对吧 但我不是说 他给的一定是错 但是你至少压制完 人再说 对不对 然后这个时候 我当时原话 给主公一个鬼 咱们先不说 恶不思蜀都用掉了 花满智商不高 开黑的 然后当时是 当时你们觉得 顺手是什么意思 有人说是悲悲乎忠诚 就在这一瞬间 我在直播时候 说的啥 这个人肯定是个 不会玩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大概 看着匠面相反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他是有顺 我必须要用 主公没牌子 我顺谁 我必须往后顺 对吧 他们的思维就是这样 无所谓 但无所谓了 久筛一下 来我问一下 就你们标身份的话 可能就认为 神兆云是中了 像 当然很像 咱们不用管他 神兆云 你看见没 看见没 看见没 我 他的智商的思维 是什么样 我还给你推啊 智商是 陈曹操没有选卫国 所以他就是个反贼 没必要吧 这个东西 没必要这么想 知道吗 稳稳的打就可以了 不要想其他的 决斗的话 祈祷 我有闪吧 我怕他有距离 我不怕徐宠 我怕徐宠有距离 我闪不够 如果我无中没打走了 没有两张闪要出事 还好两张闪 但是同色的 然后这时候不着急啊 蹲着就可以啊 然后花曼崩了低血 徐宠有距离吗 跳中了 无限用一些 无所谓 咱们被过牌而已 把一k挂出来了 一堆啥 我记得当时 神曹操说的一句话 你说开黑的智商都这样 以后我给你看那句话 神曹操一个点 对吧 然后神曹操要说话了 等会的 无事发生 以后你们看神曹操说的话 你怪不得开黑 怎么不杀花花 神曹操说 怎么不杀花花 当时愣住了一瞬间 我说神曹操 你牛逼啊 你真的很牛啊 是 他崩了血 你让他杀花花 不愧 然后一开始 我真的不信他开黑的 我觉得开黑没必要 也没有什么开黑的配合呀 咱们看看啊 然后这时候赵云打了一刀 陈章辽也没打主攻 对吧 赵云也是忠臣 不用管他 忠臣是不是感觉多了很多呢 咱们看一下 现在你知道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不 既然这个时候怀疑开黑了 已经有人确定他开黑的话 拆这个AK 这一个AK代表要他们两个人的命 花曼是我的加一马 而且我能防一刀 即使再给他 再忙给的话 再给的话 我也能防一刀 死不掉 我不在乎的 所以说这个AK只要拆掉了 这把就赢了 因为神曹操我们不会再碰他的 甭血了 甭血了很不错 甭血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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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没必要杀人啊 我都没必要杀人的 让他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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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么拆已经跳中内了啊 已经跳中内了 不可能花曼内奸吧 是智商不可能的 忠臣吧 可能是 那就是拆到 因为咱们这有防御的 杀神 我杀也不会用 因为杀可以防个难蛮的 所以杀我也不会用的 能明白吧 所以说无懈给他 想拆什么拆什么 喜欢开什么拆什么 拆吧 顺 给你顺 棒棒了 乐乐神糟糟 有人说花曼开黑 你看人家不算开黑 对不对 但无所谓啊 你看你是好人 喝了个酒 喝了个酒之后 哎呀 是不喜欢杀人吗 许盛是 是有人 你是不太喜欢杀人 对吧 填过了 看到开始了 我 神赵的要是可能是反贼 他跳中了 他咱可能都是忠臣 对吧 你不可能 徐胜可能反贼 对吧 这样连我 不是要开黑吗 嘿嘿 你看 这人神糟糟 智商多单纯啊 他看见我灵里面有杀 想让我打他一刀 拿一个AK 他总觉得智商很低啊 真的 受伤 对吧 受伤 大哥你要不要看看 你在干什么 我这他妈灵里面有闪 你杀其他人都有可能杀中的 甚至于杀神章 你为什么 你真的有机会 你非要杀一个一定有闪的人 然后当时我就觉得 是可能是开黑的吧 但是这智商不够 没事 我当时就说了 你开黑再输了的话 那就太丢人了 我必然是中 管你是不是中的 你这智商管你的呢 花满风血了 不用管他 还最多那 连身份都看不出来 不用管他 我压根没办法当人 不过这局的话 他就麻烦了 他们知道打我 这等他悲悯和觉醒的话 才有机会 有点机会 那个爆发 神章来又没用 一直被加一码卡住 他每次摸两张牌 真的很难的 开局也没刷避重 或者避重被拿走了 现在我着急这个AK 如果花满真的让位的话 可能我真的要死 因为闪是足够的数量 我最多闪一刀 他可能存了一对 啥要出事的 我怕 能明白吧 杀一刀过一张牌 为了过牌啊 我跳上来了 闪一刀 知道杀我就行 我选的武将 都是一定会被嘲讽 不可能没嘲讽 这个勒完全看不懂 我真的看不懂 这个勒是啥意思 没闪了 或者是雷杀 我现在勒拿走了 你勒谁不好 你勒操操也行 他妈 他勒花慢 勒吧勒吧 大哥勒吧 然后这个时候 直接那个啥了 灵里面没闪 不要问我为啥不闪 然后这个时候 直接拿走勒了 来我问你 这是不是开黑的 连忠臣乐都拿走了 你自己想一想 是了吧 有人说那取胜是忠臣 对吧 先骗无懈开桃源 过一张牌 九杀开桃源 我现在真正空城了 没办法 我的队友的话 稍微一直没用 看他们囤了这么多 九的牌 看有啥关键牌 拆顺全在花慢那 毕竟他过牌比较大了 徐胜的AK被拿走了 我觉得张牌要死 但是当时我看见 他拿了AK的话 为啥不拿张牌要盾 我太理解 他为啥不拿张牌要盾 全是红杀吗 不太理解了 咱们看一看 九杀了 我要死我感觉 先秒谁 先秒我吗 先拆我们这的反贼 咱们看一看 我好消息 是把神赵云那个忠臣 因为神赵云 这个选将嘛 神赵云这个忠臣 逃拿的也不少 对吧 结果AK不想杀了 说明啥没有大局关 不想上AK了 他可能觉得 无限也扔了 他可能觉得神赵云 存了这么久牌 可能被拿的破坏差不多了 这把神赵云发回来了 一个无限没有 有AK不用 看的啊 咱们看一下 这把神赵云有威胁了 来来来来 抢技能了 虽然有火攻 抢到技能了 无限都扔了 我不太理解他 神赵云在旁边 无限都扔了 不理解啊 手上是有AK 那还有桃子的 这时候已经确定了 一共一堆忠臣 然后你自己看到一个搞笑的人物 我相信这把徐胜玩完之后 可能不太 在至尊君妈就不想玩徐胜了 你们觉得呢 这个借徐胜的话 这个大宝再玩 玩完这一局好像就不太想玩徐胜了 对吧 那时候总觉得至尊君妈大宝很有用啊 这把人都包养你了 我当时看还有那个曹瑞啊 很奇怪啊 曹瑞那会有简易嘛 不给徐胜 你既然相信不相信到底 给徐胜真的我们早死了 结果自己上了要杀我 刚才上一回头 这几个人真的是超级变态 然后这时候无限出来 他们都没无限 开了难瞒 开了难瞒 神赵要救我救吧 我怕救不活 除非你再能拿着他们桃子 因为花满还有一张方法 杀杀我 这就要很有意思了 我吸引了他们全场嘲讽 打我干啥 我就是个主播 你们又不认识我讨厌 这把神赵也挺惨的 还被拿的 然后这时候直接再打一刀 好漂亮 再拿一套 这时候看吧 看一下 留一张杀一会对他回外出杀 看看神赵 看看他手牌是什么牌 有人说为啥这么看呢 因为他有一张 桃一张 AK对吧 如果我杀他 他用桃救 AK就在神赵聊手上 如果我杀他 他没桃救 说明神赵聊 他手上就是AK了 所以我小问题啊 杀一刀 过一张牌 有一个桃AK在神赵聊手上游戏结束了 也就是神赵聊一会儿 如果喜欢的话 看怎么抢啊 我觉得先先把他打死呗 是赵云在 还有赵云还有兴摔 我怕死不掉啊 看能怎么打吧 神赵这么多牌 又把AK的话 若塞 偷管其实还有机会的偷管 我这还有张闪啊 不用怕他 赵云用光牌了 当时我看他拿顺手就很奇怪 我说人家这必然拿了张无限 你顺手没用啊 结果人家可能想的是要顺神赵云吧 还是死了 还救我不错 神赵聊这儿救我 好人啊 直接杀他把他秒掉 吃了个酒又有何房 你们发现这局挺尴尬的 主中方逃是真的多 当然也不能怪人家逃多 毕竟人家过牌比我们反贼方多得多 而且还有神赵云 明白吧 然后自己又来了 神操操啊 神操操刚才提 G刚才提问为啥不杀花花又来了 大家都能看见我名牌吧 你说实话 赌一赌 万一他把闪拿走打他 我都能理解你 你连环 你打我是不是就有点过分了 对吧 你不是你开黑 大哥你开黑 你不能这么开啊 你这么开黑的话不好啊 你这么开黑的话 影响至尊场的 怎么说的 影响智商啊 开个拿马如青 想要抢神赵云技能吗 我把人头给他 这时候把人头给啊 因为他有AK的 有风险 这个AOE其实有风险 我要是神张辽的话 我会抢曹瑞 那个回血技能 知道吧 因为我有AK嘛 我会把人头给他的 不要救 人头给的话 AK直接秒掉他 他桃刚才已经用那么多了 再有桃也没有太多了 现在唯一风险 就是神操 他们有桃 就神操 拿走 藏在11张牌里面 AK 极小概率 直接死掉 抢大宝 真的没必要 运气不错 抢大宝 真的没必要 真的 抢大宝 是真不如抢他技能 九杀来了 也有可能他杀不够吧 可能是不是 这就是开黑的 神曹操 第二回合 这个神曹操还在 徐胜逃跑了 可能玩完之后 就那个啥了 神赵云也逃跑了 这些逃跑的人 哎呀 怎么说呢 玩着玩着 把自己玩的心态崩溃 哎 你们看一下 这个所谓开 人家说的告诉我 我粉丝告诉我 他开黑的 哎呀 开黑玩成这样 别火了 真的